公寓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智能制造是未来制造业的核心 智能制造的基础是网络化 数字化 而数字化离不开数字模型和过程仿真 助推智能制造的这些数字利器 已经出现在中国的智能工厂 为制造家庭乘用汽车准备的物料 不断被送进新建的厂房 这是中国第一间能同时生产常规动力 混合动力 纯电动 以及更先进车型的智能工厂 占地73万平方米 在这里 打造高质量 能真正机身国际一线的中国高端乘用车品牌 江克宏和团队期待的一次实力爆发 这里放入支架 然后往这个方向上 实力就来自数字化技术 江克宏和仿真团队正在用激光扫描仪 定位跟踪仪 扫描整个工厂 他们要建立一个和现实一模一样的数字化仿真工厂 角度再往上一点 往左边一点 对对对 再往上 扫描误差不能超过三毫米 450个机器人的定位 更是要精确到0.05毫米 工程师们要对冲压 焊接 喷涂 总装 四条汽车生产线上的1820台智能装备 全部进行数字化扫描和测量 采集到的183类 47500个数据 将汇聚到仿真系统中 全生产流程的数字化虚拟工厂 也随之诞生 工程师们将在这个和真实工厂完全一样的仿真工厂里 进行虚拟精准调教 仿真技术最初出现在制造工艺复杂 装配精度要求极高的航空航天领域 通过在仿真系统中的模拟演练 可以减少人为失误风险 大幅节约制造成本 缩短研发周期 数字化仿真工厂 将是智能制造时代 未来工业体系的关键构成 这间工厂利用数字化仿真技术 在正式生产前 就已经解决了1000多项 接近90%的核心技术问题 这样的全流程仿真生产系统 此前只有宝马奔驰等少数国际制造商拥有 技术从不转让 这是压在中国这个全球汽车产销第一大国 心上的一块石头 像汽车以前合资了这么多年来 很多核心的技术是外方是不给我们的 通过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也是憋着了一口气 我们也像做自己民族的这么一个高端的品牌 40名工程师 1000个日日业业 研发出的中国第一套全流程汽车仿真生产系统 迎来了验收的重要时刻 底盘合拼焊接 这道底盘制造中最复杂的工序 不仅决定着整车安全性和装配精度 更是高端汽车与中低端汽车的分水岭 姜克宏他们正在调教底盘合拼的焊接质量精度 三个搬运机器人 正在将底盘的前中后三块零件进行搬运和输送 他们将按照先后顺序 被放到机台上进行拼接 再点焊在一起 这需要四个搬运机器人 与四个焊接机器人密切配合 顶级乘用车底盘焊接质量精度 必须达到百分之一百 在没有模拟仿真调教之前 姜克宏他们的底盘焊接精度最高 只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六 这差不多是国产汽车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好 下 事实上 姜克宏他们七年前与沃尔沃联姻 就是憋着一口气 要找到这四个百分点的差距 以前总认为 我们制作不出高端汽车 是设备不行 技术不行 甚至人也不行 有我接触多了之后才发现 真正的差距不在这里 而是数据的应用 人家利用仿真系统在计算地上 模拟仿真调试设备 几百次几千次都行 在调试的精度上 没法有人加弊 好 慢点 走吧 往下 小心啊 反正你往那注意 那边还有 这边你要注意 底盘上十二个定位孔 要与焊接机台上的定位销 精准对接 这是决定焊接精度的关键 将刻红通过仿真系统 将定位孔直径 缩小了0.2毫米 孔与销的间隙 只剩0.1毫米 这是人工调教 无法达到的精度 固定底盘的家具 也要精准到位 家具间隙精度 被减少到0.1毫米 三块底板准确入位 最后的焊接时刻 底盘和拼 能不能达到100%的 国际最高精度要求 所有人都在等待 链接三块底板的 六十四个焊点的焊接数据 一个个进入仿真系统 仿真系统显示 焊枪焊接位置 和理论焊点位置精准重合 精度达到了100% 仿真系统 仿真系统验收成功 智能工厂正式投产 这间工厂 冲压环节的零件加工合格率 达到100% 焊装环节的焊点定位合格率 达到99.8% 总装环节的装配合格率 更是达到100% 这个成绩已经突破了 国际顶级品牌高端汽车的制造标准 未来这里每两分钟 将有一辆高端家用汽车下线 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将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享受到性能比肩国外高端品牌的国产汽车 高质量 高精度 必须依赖高端智能装备 尽管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销量连年刷新世界纪录 但中国的机器人密度仍然相对较低 2016年 中国每万名工人对应的机器人数量 目前仅为68台 不及日本 德国的四分之一 也不及全球平均水平的74台 东北 这个中国最大的机器人生产基地 正开足马力 满足需求 这些机器人正在生产另一批机器人 这是中国第一条实现机器人自我生产的数字化生产线 根据工程师输入的指令 运送配件 涂胶 安装大臂 整个过程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很多的产业需要用新的设备装备来提升我们的制造水平 但是这些人因为技术的突破 是机器人现在在制造业里边具备了广阔的应用空间 这是制造芯片用的真空机器人 它可以在真空环境下水平移动20公斤的半导体材料 偏移量不超过1.5毫米 全世界只有中国和美国掌握真空机器人制造技术 这些移动机器人能通过定位导航实现路径规划 并规避障碍 这些搬运机器人能插起3.5吨的货物 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大力士 这些自动力机器人靠搜集与地面摩擦的静电运转 不再需要充电 未来五年 中国制造业的机器人密度将增长三倍 达到每万名工人150台 到2020年 中国将打造五个以上的机器人配套产业集群 这几年 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应该说是高歌猛进 但是关键核心部件上 我们还有一定的短板 这个都需要我们在近期去的突破 中国铸造业 今天将迎来画时代的一刻 正在吊装进智能工厂的 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3D杀芯打印机 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3D杀芯打印机 它的体积比目前国外最大的机型还要大两倍 让制造出更大的铸件成为可能 像火车内燃发动机那样的大型铸件 之前需要打印十几块杀芯才能组装完成 现在可以一次打印成型 研发这台装备 徐云龙和所有工作人员付出了七年光阴 传统杀芯制造时 杨晨对工人身体的损害 他们立志要彻底改变 作为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大尺寸国产3D杀芯打印机的研发负责人 徐云龙肩负着将增材制造 这种最新的制造方式 引入传统铸造业的使命 他们正在安装打印机的核心部件 铺杀器 打印机体积越大 铺杀器安装难度也越大 这是决定未来打印精度的关键步骤 长2.5米的铺杀器 比国外机型长出近1米 安装时必须保证绝对水平 与铺杀器等长的刮杀板 平整度必须控制在0.02毫米以内 哪怕是一粒沙的瑕疵 也将影响打印精度 下沙口 中国工程师采用了和国外设备 完全不同的设计 将4毫米固定宽度的下沙口 改为可以从2毫米到8毫米任意调节 这样不仅可以让高端沙芯精度更高 还能同时打印大颗粒低端沙芯 2.5米长的铺杀器 安装缝隙必须绝对均匀 误差不能超过0.05毫米 难度巨大 虚云龙他们正在测试打印机 铺杀器要铺杀1500至2000层 每层沙子厚度只有0.3毫米 只要有一层没有达到水平 之后所有的沙层都将倾斜 导致整个沙芯报废 缝隙的大小决定的下沙量和铺杀均匀度 精准控制缝隙大小是保证产品表面精度的基础 经过2000多次的铺杀后 下沙口是否依然均匀 徐云龙他们要反复检查 有很多种沙子 这个沙子的力度不一样 在显微镜底下的构造不一样 打印的时候这个状态也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个下沙口 跟我们的打印参数是匹配的 很紧了吧 刮沙板上60个螺栓的松紧度 决定了下沙的均匀度 每一个螺栓的扭动数据 都是精确计算过的 每一个数据都不相同 算 数据有点紧 数据一下 五 三号位 光是摸索这些数据 五位工程师就整整计算了四年 二点四九 点四九 制造出世界最大的3D沙心打印机 并创造国际标准 是徐云龙他们的目标 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个下沙的缝隙 非常的均匀 可靠 而且我们要进行测量和记录 以判断这个在不同条件下 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它会不会有变化 最终会形成我们自己的标准 精准校队完成 首次试车即将开始 沙箱准备就绪 今天要打印的 是内燃机发动机的气缸钙 发动机气缸钙是全球铸铁领域 最有代表性 且工艺最复杂的产品 徐云龙将参数输入打印机 随着沙箱推入打印开始 铺杀器均匀铺杀 每一层都展现出完美的平整度 每层沙的厚度只有0.3毫米 那是一粒沙的直径 上万个50微米的喷孔 在计算机的控制下 根据沙芯的截面图形 喷射树枝 树枝与沙子中的固化器进行反映 形成固化 勾画出沙芯的截面 每打印完一层 升降平台就下降一层 铺杀器铺杀 打印喷头喷出树枝 交替进行 经过2000层的堆叠 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3D沙芯打印机 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作品 装载着沙芯的沙箱 驶向吹沙台 没有喷到树枝的沙子将被吹去 浮沙缓缓吹散 固化的沙芯渐渐呈现 非常完美 广东珠海 世界上在沿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 AG600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总设计师黄领才 正在主持首飞前的最后一次动员会 参加动员会的是全国30多家研制单位的代表 从总装开始 他们就驻扎在这里随时待命 全国150多家企事业单位 十余所高校 超过十万科研人员参与了AG600的研制 大飞机制造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一个国家完整强大的工业体系支撑 AG600的研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这是一次跨行业多领域的自主创新 大家有没有信心 大型应急救援装备 是中国急需填补的空白 可以在陆地和水面起降的AG600 能在20秒内积水12吨 一次灭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 它每次最多可以救护50名预检人员 速度是救捞船舶的10倍 此前 全球拥有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的俄罗斯和日本 全都是在国防部门的主导下才完成研发 大型航空装备的背后 比拼的是国家实力 中国航空工业60年的积累 让AG600从开始总装到首飞 仅用了两年时间 关键工序上 年轻人已经全面接棒 装配人员要确保每一个接口都涂上特种防水胶 前端研发人员与现场生产装配技术人员同厂办公 随时调整装配的设计细节 这是一项大型的集体创作 国家规划下的协同合作 让AG600的研制速度全面提速 飞机架飞机 它所设计到的技术领域 所用到的材料 圆锡件 机载设备 所有的实验验证能力 覆盖了我们工业几乎所有的领域 我们具备了这样的基础和实力 凝聚了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的这个大型作品 迎来了最期待的时刻 AG600即将首飞 工作人员进行最后一次检查调试 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 AG600发动机 上万个机械零件 发动机小组 必须确保每一个零件的安全可靠 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先进的莴奖发动机 采用新型六页螺旋桨系统 航空发动机 是一个国家科技 工业和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 AG600全机五万多个结构件 百分之九十八都是中国制造 机头小组正在检查航电系统 它们来自中国成都飞机设计制造基地 机翼小组正在检查机翼外观口干 它们来自中国西安飞机设计制造基地 起落架小组要确保胎压和液压系统万无一失 它们来自长沙 中国最大的飞机起落架研发基地 像AG600这样的大型航空装备 至少需要57个尖端技术领域的支撑 今天的中国工业实力 已经可以依靠资主研发 就制造出世界一流的水陆两栖大飞机 从我个人来讲 我都会觉得无比的自豪 为什么只有我们这样的国家 才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AG600缓缓驶出机库 在地面指挥员的指挥下 四台涡奖发动机依次启动 2017年12月24日 一个被历史铭记的日子 AG600首飞成功 中国收获了又一个大国重器 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 攻克世界尖端技术 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 这是中国独有的制度优势 清晨五点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 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收获记忆 每天会有20万公斤的南瓜和洋葱 从这里发往全国200多个大东型城市 中国人每年要吃掉 至少7亿吨的蔬菜 全球一半的蔬菜生产和消费 都发生在中国 作为中国蔬菜之乡 围方2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有超过30万个蔬菜大棚 但仍然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距离大棚密集区不远处 有一座新建的大棚 当地人称它玻璃屋 这座大棚的面积是传统大棚的15倍 全部用玻璃搭建 附近的村民都非常乐意到玻璃屋来干活 这里所有的农活对他们来说都很新奇 蔬菜完全脱离土壤 在水里长大 传统大棚一年最多产八剂蔬菜 但这里一年能产十八剂 利用先进的自动化设备 村民们只需要站在原地就能完成采收 很容易我们就学会了 找我了很多次次 比我们在家中几里面也是轻松做了 低成本 高效率 这是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郭磊 这座玻璃屋的主人 每天他都会到大棚巡视 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 早晨八点 大棚感应到太阳升起的光线变化 自动打开遮阳网 让蔬菜享受充足的阳光 水位低于蔬菜根部的时候 供水系统会自动补充水分 自动育苗机 每秒能拨下81颗苗 工作效率是人工的50倍 郭磊曾经是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商务人员 三年前他下决心要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智能大棚技术带回祖国 补齐现代农业装备短板 国家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做的 正是依靠这样的科技创新 以色列只用了2.2%的农业人口 就养活了880万个国民 但是采用进口设备和技术 大棚成本高达3000万元 我真正的梦想是要把这个水杯技术进行进一步的创新 降低它的成本 然后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郭磊改造升级的第一批智能大棚 今天就要封顶 大棚宽20米 长100米 面积是普通大棚的两倍 在钢筋骨架上 给顶棚铺上塑料薄膜 是传统大棚建设经常能看到的景象 现在郭磊也用在了智能大棚上 单体的体积越大 单位成本的造价就越低 而且更加有土地 村里请来了100多位建棚高手 给郭磊帮忙 大家分成小组 同时拉拽塑料薄膜 薄膜必须完全拉紧 否则如此大面积的顶棚 很容易被风雨压垮 这是完全按照中国方法建造的新型智能大棚 大棚的寿封面 用传统土墙替代了造价高的玻璃墙 能在寒冷的冬季最大程度减少热量流失 这种山东围方农民发明的冬暖式蔬菜大棚 在30年前结束了中国北方冬季只能吃到白菜萝卜的历史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乏田间管理的智慧 用传统的塑料薄膜代替玻璃 可以将整个建篷成本每平方米降低800元 但郭磊还要进一步改造升级 做出中国人自己的农业新装备 这是郭磊的第五座智能大棚 工人们正在安装水培床 四周装上围挡 放入水和营养液 蔬菜就在里面生长 以色列智能大棚里的水培床 为了方便采摘 是用80公分高的镀芯方管架起铁板 每平方米费用接近800元 而郭磊他们的方法 是在地面下挖一个一米深的通道 每平方米造价只需300元 因为水柜床是建造的地面上 非常牢固 根本没有青岛的风险 将来建成之后 我们的工人就是站在这里 这样种态和收态 非常的方便 保证 打开 测试一下 没有 你打开 有一堵建树在动了 新大棚里 郭磊开始测试最核心的智能控制系统 把东西打开一下 通风装备 温度 湿度 养分供应 全都由电脑控制 中国自主制造的这套系统 未来可以控制16座大棚 女长 我们下面测试一下 这个肥料控制系统 我打开肥料面板的总开关 肥料泵是郭磊最关心的装备 两个肥料泵控制着这座大棚里 100个水培槽的营养工具 控制系统采集到的水肥比例数据 都会实时显示 水肥一体化能减少化肥使用修复板结的土壤 是全球公认的高效结水结肥的农业新技术 更是中国急需补上的农业短板 中国提出2020年将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 增加到1.5亿亩 未来会有更多便宜的绿色蔬菜 在这些大棚里诞生 这些国产新型智能大棚 总成本已经比国外降低了8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 我觉得我们这点人有责任 有义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每年国家三万亿元的投入 正全面装备中国现代农业 到2020年 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70%左右 更大胆的设想和改造 已经在郭磊的规划之中 这片矿坑 郭磊经常来 在废弃的矿坑上建设一个智能大棚 上层搞种植 下层矿坑改造成池塘搞养殖 上下水循环利用 这将是农业发展与生态修复的完美结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真的希望 当我们把这个矿坑的成本降低下来之后 可以在隔壁滩上 在沙漠里边 在沿浅地上 都建设这样的蔬菜大棚 把这样的地球的香疤 变成美丽的菜园 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载人潜水器 深海勇士号 即将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 前往南海 第一次挑战4500米深海载人下潜任务 深海勇士号 长9米 高4米 重20吨 是目前全世界同一级别 深海下潜作业时间最长的潜水器 深海勇士号总设计师胡振 正在指挥安装电池系统 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磷酸铁锂电池 它能确保潜水器 在4500米的水下连续工作6个小时以上 寿命是常规电池的10倍 潜水器对电池的稳固性要求极高 稍有松动 极易发生短路 100多个固定点位 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需要认真把关 此前全球只有日本掌握磷酸铁锂电池 在潜水器上的应用 相关技术严密封锁 五年前中国取得了突破 深海探测将一个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 材料工业水平等各方面的对象极致 这是我们研制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系统调适 系统调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需要90分钟 探索一号 深海勇士号的母船 胡镇和团队正在对潜水器的下潜数据进行实时监控 一切正常 一号直到 你们开始注射下潜 勇士报告一号 下潜完毕 每突破一米都离成功更近一步 叶聪 深海勇士号副总设计师 他和团队曾创造过在人身前7062米的世界纪录 但挑战水下机械壁毫米级的高精度作业 还是第一次 此前也没有国家进行过类似试验 深海4500米着陆成功 真正的挑战开始了 球形舱 深海勇士号的大脑 这些按钮按下的顺序 操作归程 叶聪早已了然于胸 机械壁正在将透明生物箱打开 为取样做准备 机械壁长2米 由6个关节和一个手爪组成 可以轻松抓起60公斤重的物体 深海4500米 潜水器承受的压力 相当于每平方米被4600吨的重物压着 海底洋流地质形态都会对机械壁的稳定操作造成影响 机械壁抓取目标出现了 这是深海生物海绵 干部直径不到7毫米 抓取过程 力道控制要绝对精确 这相当于在气球上切豆腐 海底洋流涌动 随时都有可能将这根细小的海绵吹走 机械壁需要迅速将它放入0.03立方米的生物箱中 这根黑色的摇杆 控制着舱外机械壁的每一个动作 潜壮的机械爪在抓取过程中 根据不同的目标调节不同的力道 抓取精度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轻松抓住一只海参 又抓住一只海星 又抓住了一只纤细的海百合 这次海事 叶聪他们总共采集到六种海底标本 收集到400多项珍贵数据 舱面人员注意观察瞭望 连续作业六个小时后 深海勇士号终于浮出水面 六个小时创造了世界同一级别 深海载人潜水器作业时间最长的记录 泼水里迎接英雄归来的特有仪式 每盆水队友们都混入酸甜苦辣四种味道 这一口是研发中的酸甜苦辣 这一口是凯旋归来的自豪与骄傲 深海勇士号4500米成功海事 标志着中国深海技术装备 由集成创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转变 一个个世界领先水平的深水重器 还在向更深的海底世界挺进 中国深海滑翔机海翼号完成深海观测 最大下潜深度6329米 刷新了水下滑翔机下潜深度的世界记录 深海载人潜水器胶龙号完成了第158次试验性应用下潜 标志着中国深海调查能力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深海11000米 马里亚纳海沟 彩虹鱼号无人潜水器成功到达海底 到2020年 中国将是国际上拥有最多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国家 更深 更广 更远 强大的深海探测能力将引领中国向海洋强国加快迈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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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裤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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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